民眾坐在草皮上面對太平洋 欣賞舞台上精彩的演出 邁入第十年的東海岸大地藝術節 二十一號傍晚在東莞處 舉辦今年第一場月光海音樂會 邀請阿米斯卡跟樂團 十幾古樂團等共五組團體 現場演出 吸引三千多人到場欣賞 我們坐火車到花蓮 在包遊攬車下來 專程下來的 我們有三千多人 對 所以你們整批了就整個 對 我們二十幾人 今年東海岸大地藝術節 規劃有八場月光海音樂會 並以成為流動的邊界為主題 呈現東海岸的包容 多樣性 共有來自國內外五位藝術家 帶來不同創作 像這個取名為 絕觸逢生的裝置藝術 是馬來西亞藝術家 將漂流木 竹籽 以及藤等天然素材 彎曲成像是蕨類 又或是巨大蝸牛的造型 象征它在東海岸 感受到的慢活 在這裡我覺得 我的心境會很放鬆 很鄰近這樣子 這就是我這次 我希望就是 這也是我的追求 所以我希望我的作品 也可以帶給 就是民眾可以 就是這種放鬆的感覺 慢活的感覺這樣子 受到日前東部地震影響 近期台東旅宿訂房率不到五成 但今年首場越光海音樂會 成功吸引3000多人到場 鄰近的民宿幾乎都客滿 業者終於露出笑臉 風管處表示 目前花東地區有住宿交通等旅遊振興方案 鼓勵遊客到花東旅遊 每次新闻晚安 直播臺東成功 採訪報導